在冠作市俄乌之战 现在进入了消耗战 英国国防部指出说 俄军是使用空袭结合炮击的方式 猛攻乌冬 而乌军利用西方的军援 进行反攻宣布 已经夺回了乌冬的北斗内刺客 大约有两成沦陷的领土 另外在乌冬有一座 具有400多年历史的修道院 是陷入火海 这是一座具有496年历史的修道院 现在木造的主建筑却陷入火海 乌方发表声明表示 乌冬的诸胜修道堂 遭遇俄军的袭击而起火 这座修道院最早建于1526年 在当地享有盛名 而俄军以及乌军 继续在顿巴斯地区猛烈交战 英国国防部指出 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空中活动 依然相当活跃 然后用空袭结合大规模炮击的方式 猛轰顿巴斯 但是乌军坚守北斗内刺客境内阵地 卢干刺客州州长对外表示 已经夺回北斗内刺客约两城沦陷的领土 而在俄乌战争开始后 一直扮演调停角色的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受访时表示 不要羞辱俄罗斯至关重要 这样才能透过外交谈判找到出口 对此乌克兰外长博次说 此举只会羞辱法国 因为俄罗斯是自取其入 针对外界开始出现要乌克兰求和的声浪 乌克兰总统府顾问表示 在尽可能把俄罗斯军队集退到乌克兰边境之前 两国谈判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参谋首长米利到访瑞典 并且派出了战力超强大的两栖攻击舰 吉尔沙吉号来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依照外交惯例 理应由瑞典的参谋总长出面接待 但是瑞典总理安德森 以总理之尊破格接待来访的米利上将 感谢美国对瑞典的支持 我 hung住了优秀和美国压编达 前优秀和中国司法 非常好处 数位是想法 能达知 東 重规则 Den 一个呢 对 wondering 说 那我们 lige说 在俄烏交戰的情勢影響之下 北約年度的波羅的海海軍聯合軍演 預計在6月5日到17日來舉行 將會有14個北約國家 以及瑞典芬蘭共同參與 米利也表示瑞典和芬蘭 尋求加入北約組織 美國決定力挺申請加入北約 再關注的是根據日本的共同社報導 日本政府透露6月29日 30日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舉行的北約的峰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已經在探討出訪事宜 如果他真的會出席的話 將會成為首位參加西方盟國會議的 日本領袖 日本政府希望岸田能夠參加北約峰會 能夠強化跟歐美國家的合作 以因應俄羅斯侵襲 與其烏克蘭還有台海出現的突發事端 根據岸田目前的行程 他將在26號飛往德國參加 為期三天的G7峰會 如果確定要出席北約峰會的話 會直接飛往馬德里 但是岸田所屬的自民黨內部 卻是不同意見 因為北約的峰會的行程 跟日本參議院的選舉 還有競選活動是有衝突的 許多官員認為說 與其現在出席北約峰會 他們認為岸田應該要更注重現在的選舉 而現在來看到北韓最新消息 是今天早上已早又再度往日本海發射 8枚的短程彈道飛彈 這也是今年1月以來 北韓第18次的軍事挑釁 同時也是南韓總統尹錫悦 上任以來的第三次試射 5月20號的時候 當時美國總統拜登 他是結束了他亞洲行飛 回到美國的路途當中 北韓已經發射飛彈來挑釁 而時隔只有11天 金正恩再度發射短程彈道飛彈 南韓媒體當地時間10點24分的時候 更新最新消息指出說 北韓從平壤順安一帶 發射了8枚導彈 而南韓軍方現在正對 射程的高度距離參數來進行分析 再看到這驚險意外 這是大陸貴州的榮江縣 有一輛高鐵的列車 4號早上因為撞上 侵入軌道的土石流 而出軌造成一死八傷 司機不幸順之 經車載數據分析 司機楊勇發現異常後 撂下了生命中的最後一把閘 在5秒內採取了緊急制動措施 保障了車上旅客的安全 高速鐵路的防撞牆 和軌道結構的整體防護作用 避免了列車顛覆墜落 這是由於當日連日大雨高鐵列車 行駛到榮江站前的越站 隧道口的時候 隧道口上頭的土石 居然有土石流 湧入軌道導致第七跟第八號的車廂出軌 中國大陸的鐵路總公司表示說 透過列車上的數據分析後 表示呢 這個駕駛在隧道前方 已經發現異常5秒鐘 就採取了緊急措施 而列車滑行了900多公尺 駕駛不幸死亡 但是卻救了整車100多個人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 我們旺旺水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陸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b的容量的霧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